主要几个部分 就是建立一个网站 所以一样,不管你今天要开档 或者是说你要重新开,或者要修改的话 一律都是建立新的网站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动作如果没做的话 那很容易造成你那个网页连结失效 所以之前有同学叫做网页连结失效 大部分都是忽略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建立网站 建立网站之后,才在这个网站里面建立一个index.htm的网页 里面的话有13个页面 再来的话,插入我们需要的上面这个图 叫KMR People 这个图在范例档里面也有 再来的话,我们再增加List View 所谓List View就是这个 也就是总共会有四个连结 这个叫List View 而且这个List View的话,我要圆角的 看起来比较漂亮一些 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看起来会比较像 像一个手机上面的App 甚至其实在网站上 其实像网页 如果你用浏览器开,其实它也OK 那 再来的话,底下有个Netbar 所以基本上上礼拜 等于是复习 之前做过的 这个List View 跟Netbar 其实这个地方 主要是 你会发现我们 其实App里面用最多的 不外乎就是这个 不外乎就是这个导览列 导览列我是可以放在页首 也可以放在页尾 OK,那前面的话 当然我们102是放在页首啦 不过我们后面好像都放在页尾 看起来好像发页尾的 几率会比较高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别人做的App 其实很多都会放在底下 另外的话 再增加照片欣赏 上一页、下一页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相机种类 那这个其实有点 模仿之前做过一个Home 回到这个首页 另外的话还有下一页 这个其实前面做过了 所以我就 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没有特别demo 那再来的话 OK,上一个应该是 这个的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下一个 应该是这个 可能有一个链接 这样OK 下一个下一个 一直往下 里面其实 主要就是有这几个相机种类 将来 当然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做变更 比如说你可能 可以吗 现在相机已经 没有 所谓什么轻便相机 玩具相机 什么access 你这项目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在网络上找找看 有没有类似的相机 从那个 也许维基百科 或者是说 一些网络上的资料 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做个变化题 也许我们这一集的话 是做那个 摄影器材相关的 也许你可以 稍微把它改动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像3C产品 比如说你想要介绍手机好了 现在手机的品牌非常多 OK 那 不同的品牌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差别 不同的 功能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会发现现在 假设了 今天你们就是在把这个摄影的器材部分 变成另外一个 也许自己在找一个有兴趣的 3C产品也好 或者说你如果对3C产品比较不感兴趣的话 那你做一个你感兴趣的 产品 女生喜欢什么 衣服吗 包包吗 OK可以啦 发现你就是介绍什么 这个包包 这个什么 App介绍 OK之类的 因为这不熟啦 你可以 也许进来之后的话 叫什么 这个 摄影 而且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包包的什么 介绍 它分成哪种 你说真的 好像常听到那女生就常觉得自己的包包永远少一个吧 或者鞋子 对 好像鞋子也是一样 那到底在 男生比较少会有这么多鞋 但女生到底鞋的种类有哪一些 其实说我也搞不太懂 有长的有短的有高的有低的吗 还是有 不同用途 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鞋子 也许啦 你们也许之后的话 就把这个摄影的 摄影的这个 改成其他你有兴趣的产品吧 做一个简单的变化题 至于那个素材的话 请你们自己在从网络上找找看 或者甚至是自己可以把它写一点东西 至于图片的话也是一样 图片 当然 图的部分网络上可以找 如果说你将来没有发布出去的话 理论上 比较不 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侵犯到别人的那个 就是制作权 因为如果将来你发布的话 你如果发布出去啊 可能还是要真的 别人的 使用的这个同意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 相关 像这个有照片欣赏 你可以把一些 可能那个产品的一些照片 也许把它集结起来 那我们这个地方 主要做什么变化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 上一张 跟下一张的变化 如果你要上一张的话 按这一张 假设总共我们这边有1到4 如果上一张的话 他现在这次第1张 往上一张的话 其实应该是循环到第4张 这个的话 然后再往前 第4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第3 如果再按一下 然后第3之后 再循环 第2 第2的话 再循环 再到第1 这样的循环 然后又回来又是第4张 如果这个下一张的话 刚好就是方向改 这样子 先第1张 然后换第2张 第2张 第3张 然后再第4 第4张没有了 没有第5张 所以他又循环 循环到第1张 OK 所以呢上一张下一张的关系 大概这样 如果你将来 照片可能不止一张的话 你就是多放个几张吧 然后上一张下一张 让他 可以那个 就是 上一张下一张就这样跳 再来就意见回复 我意见回复 我本来是希望 把它跟那个什么 我们的Google的 表单结合 不过 以目前那个 Adobe 那个上面转换 他那好像没有支援 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 表单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许做个连结吧 比如说叙述一下 你这个连结 你连结到哪里 也许 可以再放一下 你的email信箱 或者是 弄一个虚拟的电话 你还许是没办法打通的 你可以至少有个联络电话 等等的 OK 然后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 请各位再把它结合什么 结合之前讲过的那个 就是 布景主题 就是背景的部分 那背景的部分的话 我看我这下面好像 也没有放这个背景 如果没有放的话 那请各位 一样就切到那个前面的 这个之前上课的 我们106102里面都有用那个什么 用 这个Singroller 把那个颜色稍微变更一下 本来是黑白的 灰色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彩色的话 在这里 Singroller在这个地方 一样的把这个地方 调一个背景 用Singroller 那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这地方 Get rolling 然后呢 里面要怎么变 也许自己再把它变化一下 变化之后的话 把这一个上个礼拜的 这一个 就是CAMERA People 换个样子 比如说这个CAMERA应该用哪一种颜色 这可能要自己再定一下 比如说A 不要偏什么颜色 科技的颜色 科技在什么颜色比较适合 你自己在 看一下 科技的颜色 这个吗 这个也有一点科技 不过这个可以也许自己在 再思考一下 浅一点的吗 然后 这够科技 黄的 反正就是不要让它踩 黄也不要太黄 这个的话 假设我们这个颜色 如果你希望把它做个 变化的话 其他部分的话 自己再把它动一下 里面的话 A的部分 这边其实它 这个是Button Button normal 一般的话 颜色可以再调一下 这颜色好像太深了 所以我们其实这边有个调色盘 你可以再把它淺一些 一点点 颜色甚至 其他还有Bolder 框线要不要 框线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 这样子 比较白一点 这个是有框 这个底下是有框线 这个是没框线 一般好像现在比较流行 是比较没有框线的那个样子 有点 这样子的味道 另外的话还有 Normal 还有这个 这个是 Hover 这个是 其他 就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 还有Body Link 这个连结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颜色 也许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这个颜色 Link 深一点颜色 看起来比较清楚 其他呢 做完之后的话 就在一样 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 这个 这个 背景部分 把它下载 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 网站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第一不一样 如果你要把上个礼拜的部分恢复的话 我上个礼拜是有把它压缩成是 IP档 然后把它直接拖拉 到这边之后 解压缩 解压缩的话 其实你可以解压缩 那这边就有一个 我们的那个 就是 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 记得就是说 我们要如果要打开 记得说第1步一定要先新增一个网站 如果你没有新增一个网站的话 基本上 它没有办法让你做编辑 所以不管是 你今天是重新新增也好 或者是说你要把它做编辑也好 其实反正第1步 一定都是什么 新增网站 网站的名称的话 就206F 206F 然后连结的话 我放桌面 所以把它桌面找到 找到之后 看到206F 这个位置 选起来 就是这个对这个 那当然第1次跟你之后 编辑 其实动作都一样 按储存 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找到你相关的资料 在你的 右下 右下角的地方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再做编辑 当然一样 把它分割 分割之后的话 再一样就是做那个传统 这边把它改成传统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 重新再来过 那其实如果说 假如你这个地方 没有做网站 跟做网站有什么 最大差别 其实最大差别 你会发现 这边的连结 如果出现的是绝对路径 所谓的绝对路径就是 它可能有什么 Cmail 斜线 什么什么什么的网 那表示说你是没有弄个网站 那将来 你如果换一部电脑 执行的话 就会失败 OK 差别可能在这里 请各位试一下 把上个礼拜的这个网站 现在再开起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增加那个背景的主题 把它换个颜色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样 把它上传到那个 Adobe的那个官网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App 按照